分不分手是在考虑 但是钱必须得现在就分开 是这意思吧 好 来 去坐 毋庸置疑 女孩的心智 成熟度都会比男孩要大得多 因为女孩第一意识就提出来了 自己还有个弟弟 上学需要钱 而你呢 明明家里有了四十万的债务 你能挣个一万多块钱 其实第一意识应该先帮家里还债 不然反而还是去吃吃喝喝 自己玩玩乐乐 完全是自己的享受 甚至于把女朋友的钱也当了自己的钱去花了 说好听的是你没有长大 说不好听的你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 当然小孩想不到那么多 小孩不会为别人着想 但如果你始终把自己当成你的小孩来说的话 小孩还不能谈恋爱呢 你知道吗 当你要跟一个女人去谈恋爱的时候 你就意味着你要是一个男人 如果一个经不到责任的男孩 你有什么资格去花人的钱 甚至于你都没有资格花你自己的钱 你的钱应该交给你的父母 我相信他们的债务很多也是因为你们而产生的 为你们过得更好 去做失败了 反而自己的儿子不能帮自己承担 你作为你的父母来说多么的失望 所以说以去说我们在谈你们的感情 不如说谈一个男人最起码要做到的事情 责任 有的责任的男人是可以顶天立地的 他是可以有能力去判断说这个钱我该花还是不该花 开一个超市吃了三万多 拜托你有没有想到自己父母 你现在凭什么去花钱 好好的挣好你一万多 一万多不错哦 信用卡不要办了 好吗 因为信用卡就会让你产生一种假象 好像会花不完的钱 花完了我下个月再去补透支 不要啊很危险 好不好 如果你真爱这个女人 真爱你自己的家庭的话 千万不要因为钱伤害了他们 好不好 好 把这个钱小事全交出来 每个月给他发点零花钱 好吗 然后呢游戏一定要控制 可以玩游戏但不能痴迷 玩物丧志 多跟你女朋友聊一聊 多跟家里人聊一聊 他们的困难在哪里 帮他们解决事 你就会迅速成为男人 成为男人 就有可能成为别人的丈夫 就这样 好谢谢 谢谢 你知道吧 一个女人要离开一个男人的时候 很大一种情况 不是嫌弃他无能 也不是嫌弃他没钱 而是因为跟他在一起 看不到希望 你就是一个让人看不到希望的人 当女人在决定离开之前 她一定有过很多次的 想要软下心来给你机会 是吧 但是你一次又一次的放弃了这样的机会 才使得他感觉幸福遥遥无期 你明白吗 你是让别人伤了心 你想娶他吗 想 你拿什么娶他 什么都没有 现在 对呀 你怎么可能想过娶他 如果你真的想过娶他 你手就会紧一点 对吧 娶媳妇要聘礼吧 是 就再退一万步 不拿聘礼 要上门拜见他的父母吧 要让他们知道 这些年来 你的女儿跟我闯荡 还不错吧 请问你给他的父母 送过一次礼吗 没有 你怎么可以说你想过娶他呢 你怎么可以说你有过这样的计划呢 你不可能有过嘛 他往家里没有拿过一分钱 如果你真的想娶他的话 你怎么可能不会去拜见他的父母 拎着两瓶酒 或者一点礼物 来留个好印象呢 你有吗 你没有 所以说你根本没有想过要结婚 你想过吗 你们俩我看台本上是做演艺工作的 对吧 对于一个女生来说 其实这钱挣得挺辛苦的 你花出去的时候 怎么心里都不会落忍呢 你想过这些东西没有 如果你真的想过这些东西的话 一个女人跟着你从山村里走出来 这么些年 你没存下一分钱 也没给他父母用过一分钱 心是拔凉拔凉的 所以说他其实心里最难受的是在于这一点 看不到希望 看不到成长 所以如果你真的 你想清楚了现在 你要改对吧 他说了他要嫁给别的男人吗 没有 他说他现在心里有别的男人了吗 没有 所以他离开或不离开你 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他就在那 他没走 他只是不在你的身边而已 所以你能放他吗 等你把五万块钱还好了 你自己真的能够改掉这些习惯了 你再去找他 你相信他能等你吗 相信 你相信什么 那相信今天能不能不出来 给对方一个空间 给自己留一个自尊 如果真爱他就这段时间好好改 改好了就找他 好 能吗 能 你心里没有别人对吧 其实你还是想嫁给他的对吧 只是一次又一次的丧失了希望对吗 对 你不知道可不可以相信的 但至少有一点 让他成长的唯一的方式 就是要离开 你只有离开他才会成长 如果他真的成长了 你又有那样的耐心 他回来找你 可能这一切是水到渠成的 你只要待在他身边一天 我想他大概不会成长 你们在外面这些年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但即便是这样 他依然是没有省下钱来 依然是没有对家庭负责任 对你负责任 所以如果为了他的成长 你真的应该暂时地离开才是 不放手是不会成长 好吗 就这样 谢谢同志老师 谢谢